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每週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Nanel 先來關心一週的財經大事 請收看第一單元美股前線 本週是財報季正式拉開序幕的第二週 各大重要公司都交出了令人驚喜的成績單 特別是視頻流媒體公司Netflix 不僅盈利盈收都超過預期 第三季度訂閱用戶增長 更是比預期超出50% 同時還提高了下季度財報展望 助股價次日大漲19% 同時摩根史丹利領銜的一票銀行股 財報同樣無視利空 紛紛超出預期 此前高盛預計 本季度美國公司盈利 將會因為美元的走強而慘淡 但是截止目前來看 正是之前的低期望 反而讓財報更容易讓人驚喜 週三晚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第三場辯論 在拉斯維加斯舉行 這也是11月8日大選前的最後一場辯論 這一次 兩位候選人很明顯較知 前一場瘋狂互相傷害的狀態有所收斂 也談論了自己在社會經濟和外交方面的政策 在之後的網絡調查中 左派媒體認為希拉里贏得了辯論 右派媒體則認為特朗普贏得了辯論 但是從墨西哥比索大漲的情況看 市場仍然認為希拉里在本次辯論中稍占上風 因此解讀為利好 本次辯論最大的爭議在於特朗普最后 對於是否接受投票結果語言不詳 給整個美國政治局勢都帶來一些潛在的風險 本周一盤中發生了一件不算新聞 但具有標誌性的事件 那就是中國互聯網社交媒體微博 市值盤中達到113億美元 首次超越美國社交媒體推特的112億美元 作為一個模仿者 微博的用戶雖然不少 但是受眾面指面向中國市場 起步時姿態要比推特低得多 然而雖然推特仍然熱度不減 但在二級市場中一直表現不佳 不僅在最近的收購大戲中 慘遭科技巨頭和大公司拋棄 而且一直無法拿出讓人幸福的業績 反倒是微博在成功盈利之後 一直能夠拿出亮眼的財報 好的 看完了第一單元 全球的財經大事之後呢 我們現場請來了帥哥分析師Bren 今天要幫我們解析一下 本周的全球財經大事 那我們知道Netflix 這裡擺是大盤的一個關注的焦點對不對 對Netflix呢是在周一盤後發布了業績 那這個業績呢可以說是一個 無懈可擊的一個狀態 各個項目 我們投資人關注的 完全是擊敗了預期 這一點非常的好 那Netflix盤後大漲了20% 接著連漲四天 那有一種逼空的行情很在 那我知道 稍後我們會和其他的分析師 大家呢對Netflix的意見 稍稍有一些的不一樣 我們可能會有一些辯論 精彩的辯論 因為Netflix本周太重要了 所以待會分析師們會進行一個激烈的討論 不過呢這裡擺還有另外一個大盤的焦點 我們知道就是Tesla 電動車Tesla 那不然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禮拜Tesla在股價上面的一個變化 Tesla呢就是在星期三晚上的時候 說是盤後發的有一條消息 就是加州時間5點鐘 那他們有個新聞發布會 說是到時候會公佈一些新的一些產品 或者是有一些重磅的消息出來 那市場很期待 導致了Tesla的一個走高的一個行情 剛開始Tesla本周跌的還挺好的 但是突然呢就開始變相往上漲 那很可能是因為這個消息的原因 那被提前知道了或者怎麼樣 那結果消息是 消息出來之後就是Tesla 要給自己旗下任何的車 就是從宣布那天起 所有的車都要配備一個 自動駕駛的一個功能 那這個是比較新穎的一個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都知道Tesla最近是出了一個 低價車Model 3 那給低價車都配上自動駕駛 這個會吸引非常多的一個投資人的意見 可是問題就是第二天 消息公佈之後第二天市場沒有漲 Tesla反而還下跌了 是不是對它無人駕駛這個的疑慮 我覺得不是 那無人駕駛呢 Tesla官方表示說是 一定比人為駕駛的要安全的多 那但是我感覺呢 我想問一下主持人 要你的話你願意開無人駕駛嗎 就是放在那個地方不看方向盤 就在那睡覺 如果是長途的話我會願意 但是因為有 鑑於Tesla之前連兩次無人駕駛發生的意外 所以我會有一點點 對這個東西持觀望的態度 但我願意嘗試個一次兩次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那我是絕對不敢 不開車然後在那個地方睡覺的 那出了問題怎麼辦 我肯定是不敢 那技術也沒有達到一個普及的一個狀態 什麼時候普及了我們可以這樣去做 那現在只有特斯拉在做這個事情 雖然很新穎 但是還是有一定風險性存在的 最主要的我覺得大家重視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交貨量 原來說是2017年 一再延遲 對2017年年初就會公佈 結果說是要到17年年中 甚至更晚 要到18年 那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它延緩了交貨量 這就會直接影響公司的一個收入金帳 那這個是投資人不願意看見的 而且他想增加自己的交貨量 增加自己的速度時間的話 還需要融資 因為只有用錢才可以去 讓自己的這些所有的規模去擴大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是特斯拉 股價後來沒有繼續漲的原因 對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是 那所以接下來特斯拉股價會怎麼走 Bram簡單的幫我們分析一下 行 那麼我們可以看一張圖片上的 就是特斯拉前天有一點點小跌破 那192美元 我覺得如果能跌破192美元的話 可以直接跌破190到187美元附近 這個是我關注的 可以進場 另外下個週特斯拉要發財報 那還是看財報之後怎麼走 是 好的 非常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前線 Bram的深入分析 接下來第二單元更精彩 不要走開 歡迎收看美洲華爾街第二單元美股論壇 我是主持人Nanil 在我旁邊的是J老師 Kinsey老師還有Bram老師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中文投資網最近最火的話題 就是我們開了期權的石盤的交易課程 周一到周五每天一整天 我們的老師們會陪著大家一起做期權 同時也教大家怎麼樣在期權當中 拿到絕對獲利有規避風險 那今天老師們就要在節目上跟大家分享 這禮拜最厲害的一單 我們先請我們技術分析超級專家 趙老師來跟大家分享 好的 那麼本周的話呢 我也是延續著這個 上兩周的一個 特斯拉的一個 這個 這個持有的一個倉位 對 那麼這個故事呢 比較長 因為那開始的時候呢 我是賣出一個put 然後呢 結果呢 股價下跌了 然後進行了一個交割 那麼在上周和本周的話呢 我們都進行了一個 這個cover call的一個操作 那也就是說 逢高的話呢 我們去賣出手中 這個把股票呢 除除出去 然後呢 賣出一部分 這個 這個拿回一部分錢來 來降低一下 手中的一個持上的一個成本 畢竟呢 我覺得這個特斯拉的股票呢 它是在一個 一個盤整的一個區間 而且呢 傾向於是一個階段性的一個 一個底部吧 所以說呢 我認為呢 上漲的空間呢 還是比較大的 但是短線上的話呢 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方法呢 進行一個 反复套利的一個動作 所以說呢 我覺得這種方法 還是不錯 效益呢 還是不錯的 所以說呢 在下周的話 我們還是會繼續的 往上去賣 直到真正的行情出來之後 我們手中的股票也好 賣出的call也好 同時都賺錢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達到 絕大歡喜的一個狀態 是 所以J老師這禮拜 就是分享的單子是Tesla 那Kinsey老師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禮拜做的最亮眼的一單交易 我這星期呢 主要是專注於這個SPY 也就是標普的 它的一個日內交易 那我們都知道大盤最近 一直都是漲跌互線的節奏 所以說你要去把握住 它每天的節奏的話非常難 但是如果你通過在日內做一個技術分析 來判斷它的這個支撐和阻力位的話呢 這樣去做日內交易 反而會有比較不錯的一個獲利 那比如說如果標普它上下跌 上下變動五個點 那麼我們的這個期權 用call或者用put的話 這個期權它的波動是在10%左右 所以說 所以說 不是五個點 然後對10%基本上 所以說可以看出這個期權 能給這個股票帶來的波動性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更加願意嘗試 更加願意就是想要獲利更多的朋友 也可以去關注類似像UVXY這樣去買call買put 因為在上週的時候 比如說UVXY它漲了10% 那它的這個call漲幅是100% 所以說呢 通過這個期權再加上一些大盤的一些槓桿的話 就可以給投資者帶來更大的獲利 不過呢在這裡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倉位的控制 是 這Kinsey告訴大家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在我們大盤跌跌漲漲當中 做日內交易是一個可以短期獲利 或少利的一個方式 而且透過期權 反而能夠得到更高倍數的一個獲利 可是這個是不是真的很需要 每天跟著你們老師們一起去做單 比較安全 對對對 這個的話是需要大家及時的看盤 並不能說是 就是如果沒有時間盯盤的話 我們當然還有其他別的一些服務 可以給大家參加 但是這個做日內交易的話 還是要跟著我們的這個期權101的服務 這樣的話比較安全 是 那Bran老師跟我們分享本週最亮眼的一單 行 這個週呢 Netflix實在是太好了 我整個的倉位呢 基本上都是圍繞Netflix做的 剛才說過 看漲是因為我相信它的業績會好 那麼看跌是因為它有一個過分超買 儘管有逼空航行在 但是我還是傾向於一個下跌 那麼既然我選擇了下跌的話 我就適當地賣出了一個call 就是剛才 兩位老師呢 都是有時做cover call的 有時做直接的買賣的 我直接的買的這個 像買股票一樣 那我是像作為一個莊家一樣去賣了一支股票 我告訴了 買我這個人的話 股票不會漲過126塊錢的 我這個strike price 那只要是Netflix不超過126 這個錢我是穩賺不贏的 雖然呢我們要實話實說 它不會賺大錢 不像是Kinsey老師這種的 會有一個暴力的過程 但是它是錢比較賺的比較少 但是收益率的比較穩定 這個是賣call的一個好處 那我做空了特斯拉 只要是我的方向正確 那賣call的錢就相當於是白拿 是不拿白不拿的 屬於一個雙同做空的一個效果 所以說我賣出的這個call 沒有收在126 那這個錢我是穩賺的 所以非常厲害 所以等於這禮拜 老師們都在單單都有獲利 那熟悉我們中文投資網的朋友 特別是我們的會員朋友們 大家經過這一個月來 老師們的磨練和教學 對齊全也越來越熟悉 不過對於新加入的朋友 或今天第一次聽到齊全的朋友 也別緊張 我們中文投資網呢 會不定期舉辦免費的齊全課程 包括Kinsey老師 Bren老師都有網路的一些教學 告訴大家齊全的基礎知識 還有必備必知道的一些技巧 那大家如果想要獲取進一步的資訊 別忘了我們的微信 還有撥打我們的電話 1800-958-8561 接下來我們有更精彩的第三單元 千萬不要走開 歡迎回來美洲華爾街第三單元 美股擂台賽 我們好久不見美股擂台賽 今天內容相當精彩 我是主持人Nanel 在我旁邊的是帥氣的J老師 帥氣的J老師 還有帥氣的Bren老師 那今天大家要辯論的第一題呢 非常的應景 就是剛剛美國總統大選辯論會三場都已經結束了 那現在根據最新的民調 希拉里贏了川普將近12個百分點 等於說是一路領先的態勢更加的確立了 那我們現在大家都預期希拉里應該會當選美國總統 不過我們關心的是希拉里如果當選之後呢 美國的股市會漲還是會跌 後續怎麼反應 來今天老師們請舉牌漲還是跌 漲還是跌 漲跌 跌 來今天先請志老師 持不同意見的志老師 跟另外兩位分析師 嗆殺一下 好 那麼從整體的這個市場 目前的這個大選前的一個運行節奏來看的話呢 可以說整個這個盤式啊 運行的還是比較溫和的 整體上呢 還是一個震盪的一個節奏呢 進行一個運行 那麼我首先呢 我是看一下這個海外的一個這個市場 德國這個指數 目前來講的話呢 這個運行的不錯 那麼在我們這個專門投資網VIP當中呢 我也是跟大家呢 早在幾個一兩個月前都已經說了 向上的空間呢 有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說呢 目前來看的話 還在運行當中 還可以繼續往崇高 那麼海外市場呢 整個這個氛圍啊 是一個平穩的一個狀態 可以說呢 沒有任何的壓力 那反之這個國內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對於這個 美股來講的話呢 應該會有一定的一個 這個支撐的一個作用 那麼對於這個大選之後來講的話 我覺得市場啊 它有固有的一個運行的節奏 那麼我們知道市場呢 可以包容一切的信息 無論是利多的還是利空的 那麼短線這個消息呢 發布完以後 它仍然還會按照原有的這個趨勢 和節奏呢 進行一下的這個 繼續的維持原來的節奏呢 去運行 所以說呢 目前來講的話呢 我認為整個這個市場還沒有漲完 所以說呢 我個人預計大選之後的話呢 市場呢 仍然還會繼續的向上去推動的 嗯 是 所以趙老師看的是一個技術面的分析 覺得市場該漲就還是會漲 不受政治面消息的影響 不過傑森老師這邊是持反對態度 是 因為呢 我覺得哈 就像傑老師說的這個 理由差不多哈 股市的漲跌呢 跟這個誰當選總統 實際上沒有必然的關係 嗯 它呢 股市首先是一個經濟的反應 呃 如果經濟沒有一個比較熱絡的增長點 呃 一個國家 一個地區 那麼股市的話呢 不會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之所以啊 美國的各個指數有這麼強勁的表現呢 呃 完全得益於這個Q1Q2的這種 呃 量化寬鬆的這個印鈔的行為 啊 印鈔的行為 嗯 那麼隨著這個加息窗口 呃 時間呢 越來越越临近哈 呃 呃 呃 我覺得呢 即便是這個希拉里當選啊 任何人當選啊 G老師當選也沒關係 都一樣的 我想選我自己 哈哈哈哈 可以投採一下 嗯 任何人當選 可能也改變不了這個實質的這個東西 哈 說白了就是這個指數呢 在一個歷史高位 但是支撑指數的這個 這個實際的經濟的原動力 或者說是這個 這個貨幣超發的這個原動力 呃 已經枯竭了 已經枯竭了 那麼呢 呃 隨之而來的可能就是我們 呃 最近一段時間看到的 就是一個溫和的向下調整 當然調整之後 是不是像G老師的 這個 這個創新高 呃 我們呢 事不以待 但是總體的大方向我覺得 呃 勢必會有一個很 慘烈的一個向下的一個暴跌的過程 哦 所以 J老師看多 可是 Jason老師看空 接下來大盤 那 Bren老師呢 剛剛也是舉 覺得是會下跌 看空 我覺得看空 但是我的觀點沒有像兩位老師一樣 這麼的明確 嗯 那現在大盤就是一個 漲跌互相的一個狀態 我們只是說去做一個預測 那我覺得真正能影響股市走勢的一個重點 我們要看的是美聯儲是否要加息 那加息是在12月份左右 那11月份的時候 我覺得呃 出於對於大選總統一些政策 政策上的一些不確定性 市場可能會存在一些的恐慌 那這些恐慌呢 可能會短導致一些短暫的一個小幅的下跌 這個是我舉了一個看跌牌子的一個原因 那我們更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希拉里真正上台的話 會對哪一些板塊產生一些影響 那我們中文瑞信呢 給出了一個一個股票的名單 我們中文投資網已經放在官網上面了 大家可以去看 題目就是瑞信的一個希拉里概念股 那大家可以上看一下 做一個了解 指導希拉里的可能會對哪一些板塊有一個影響 做一個知識性的解讀就好 是那老師們可不可以先幫我們講一下 覺得那看完了瑞信這個整理之後 根據你們自己的觀點 哪些板塊有可能會受影響 我先說那哪些板塊能漲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要看大盤 但是有一點比較確定 我想其他的老師都同意 就是生物科技可能會跌 生物科技醫療板塊 還有保險行業可能都會跌 那也許會牽扯到華爾街的一些高級的一些投行方面 因為希拉里的政策呢 是比較排斥華爾街這種壟斷行為的 那對保險方面呢 就是他們達成了一種壟斷性質 所以他很排斥這個 所以到時候大家密切注意 生物科技板塊還有醫療板塊 那周老師跟周老師 生物科技板塊呢 我覺得 還是會這樣 利空促進了吧 利空促進了 因為我們知道生物科技板塊呢 我從這個技術上的研判來講的話呢 還缺一浪 還缺一浪 那麼這個大選之前的話呢 我們看到這個生物科技股的板塊的一些指數啊 從高位的一路的調整下來 這個調整幅度呢 又一定了 那麼隨之而來的 鄰近這個大選這個敲定 我想呢 之前的這個走勢啊 已經把這些利空的消息呢 應該是已經完全的展現 已經呈現在這個市場當中了 所以說呢 我認為呢 這個生物科技板塊 反而呢 因為這個希拉里大選的一個敲定 能出現一個利空出進的一種行情 就是說我傾向於還是繼續的看漲 從這個個股的運行節奏上來講的話 它也是缺一輪這個上漲的行情 至於能不能反轉 我們會在這個我們的VIP當中 跟我們的學員呢 即時的跟進的 嗯 是 好的 那看完了今天老師們很不一樣的意見之後 接下來第二題大家要舉的牌子 是關於Brain有預告過了 這禮拜大盤的焦點 大漲20%的Netflix 其應於呢 他們公布了財報 國際的用戶訂閱戶增長了320萬 而國內也增長了37萬的用戶 所有的表現都優於華爾街的預期 所以股價本週大漲20% 那我們也知道 Brain老師有很好的一單 但今天要問大家的是 接下來Netflix會保持它的高位 還是它會慢慢就跌回原來的狀況 老師們請舉牌 漲還是跌 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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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不知道 那我們先請 不知道的Jason老師來好了 因為呢 這個前兩天他公布財報以後 博恩老師呢 跟我們那個私下也談論這支股票 我說已經到了前期高點了 那麼即便是連續性的漲那麼一兩天 可能也需要調整 也需要調整 後面是持續性的向上向下 不知道 但是呢短期的話呢 可能會遇到阻力 這是我的這個 在昨天的時候的這種想法 但是今天的話呢 又傳出來呢 又要被收購 哪一間公司 好像是谷歌吧 好像是谷歌要收購的 所以說呢 這種 這種消息的頻繁的變化 可能對股價呢 又產生了不同的這個作用力 所以呢 我還是保持一種中立的態度 看看實際的市場是如何反應 是 那Bren這邊 雖然剛剛現在舉了會跌下來 但我們知道你本週喊了一單 賺了百分之四百 相當厲害 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觀點 還有炫耀一下這個成績 是這樣 就是大家 我們中文投資網不是每個週都有預測嗎 是 上個週我預測的就是這個週 Netflix會上漲 那選的是Netflix的看漲期權 那Netflix其實在發布業績之前 是有一些消息 可以讓我們去判斷 它的業績會不錯 但是我也確實是出乎意料 Netflix實在是全方位的擊敗預期 非常的好這個業績 它盤後 我們剛才說過盤後漲了20% 然後呢緊接著連漲了這麼多天 我剛才舉看跌的原因 就是因為各項的無論是從經濟 基本面還是技術面的話 各項指標都傾向於一個下跌 它的RSI超買呢 交易量走出了一個背離 而且是連續的這麼一個上衝 破了一個阻力 那有很強的逼空行情 真的是在逼空 我們可能走勢圖 非常明顯的看出來 因為有很多空投都壓住了 Netflix會下跌 那當空投們 我覺得當空投們支撑不住 被迫止損的時候 就是股票開始真正回調的時候 現在剛才Jayson老師說了 就是谷歌要收購它 那我覺得這個 怎麼說 待會兒等到證實遙纏是假的的時候 心賬就賬一塊兒算 一定是一個大分一個下跌 因為大家記得前兩天是阿里巴巴 說是要收購Netflix 引了Netflix一個上漲 那後來證明消息是假的 Netflix跌了一輪 這次我覺得是一樣的 谷歌呢 應該是沒有意想去收購它 因為谷歌前兩天還和迪士尼 FOX一起討論 要做一個WebTV 那難道就是不做這個WebTV 把那兩個空去了嗎 其實都是謠傳了 我們只需要等著證明 謠傳是假的就好了 是好的 那Jayson老師 現在市場多頭專家 Jayson老師怎麼看 從Netflix的技術上來看的話 我個人認為 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 它的股價呢 會往160到180塊錢 我們這個區間上去走的 所以說呢 我還是看好這個Netflix 不要因為呢 某一支股票漲那麼多了 短線上的話呢 短線上或許會跌 但是呢 下跌的時候呢 是為了我們這個投資者 提供進場的機會 還是長線 放長線 長線是金嘛 對不對 所以說呢 我們繼續的 我個人呢 依舊是看好Netflix 所以是值得放長線 掉大雨的一支股票 好的 今天三位老師觀點 非常不一樣 也非常的精彩 大家如果任何問題 歡迎來跟我們交流 請上我們的官方的微信 ChineseFN 那謝謝大家收看今天的 每週華爾街 下週再見 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